这个几栋跟社会大众道歉一下 我是下下车 鞠躬道歉 自认对社会做了不良示范 60岁的午夜男子陈炳松 清晨开车冲撞总统官邸 检察官赴讯后 预订他2万元交保 用心进入生物学领域 或者营养学领域 你的痛苦会越深 当你知道这些病人是 病人所做到的遭遇 跟他医疗方法 你可能每一个人会觉得说 这是不对的 但是你又能怎样呢 交保后陈炳松拿着资料 诉说台湾医学官僚 造成九大医疗过失 多次向政府陈晴 也登报表达诉求 但都没有获得回应 9月文章一出 接下来两个月 开始筹划开车撞官邸 事发前两天还勘察路线 4日上午7点06分 他从新店住家 开车沿着罗斯福路 左转南海路 衔接古岭街 再转进湖口街 突然朝总统官邸 中心寓所3号门撞击 又前人遭地虎杂刺破 车头保险案挂的红色油漆 也四处喷溅 宪兵义勇而上制止 当时总统马英九 正在寓所内乘跑 有听到声音 但没看到状况 总统府也立即声明 谴责暴力行为 情节必须牵情网吧 你必须对最有权力的人 做一个抗议 你才有效果 那是代表病灵 那是代表病灵的血液 病灵走了 那所留下的血 我把它收集起来 倒在他的大门口 官署的大门 让有官署去警惕 这次民众突围成功 是不是代表 总统官邸的安全 亮起红灯 我不认为会有很大的影响 只是老百姓一个 对时政时局的 不满的一个发泄而已 那今天让警卫人员 那么的疲累 让警卫人员 那么的牢狱奔命 是总统自己要该负责任 高大的围墙 坚硬的大门 让马总统的安全无余 不过在短短一年之内 先后有人开车冲撞总统府跟官邸 马总统或许该想想 保护自己安全最好的方法 不是躲在坚硬的堡垒中 而是如何化解民众心中 累积已久的不满 乡亲乎乡亲战 现在大家晚安 一月初才有人开了一辆大卡车 冲撞总统府大门 到了年底 三季进行不到一个月 又有人开车冲撞 马总统的中心官邸 到底是不是如前国安人员所讲的 马银九你做到这么差 所以大家空虚都找你家来 但是各位朋友 这一则新闻是有意思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看 这个新闻怎么读 我们在这里切下去 给各位介绍 建议国家台湾 第一位 政地高雄罗志正 主持人国家传媒大家好 立委陈廷飞 徐老师好大家好 台北齐齐文王宏伟 主持人好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翁水甸 大家安安大家好 赶快知识媒体人钟联煌 主持人郭宏群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联合晚报的新闻 它是怎么排这个版 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就是这个陈炳松 南驾车冲撞总统中心寓所 下面普悠马撞上牛群 两个列车误点 这顶头这是人去撞买 马英九嘛 人撞马 下面是马撞牛 普悠马马撞牛 这边是人撞马 这边是马撞牛 这边是中 这边是上 各位朋友 这一则新闻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读了 我是认为这个编辑者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 水町 哪里上头是人撞买 还是买撞牛 那么到底 他这个第一是因为第一个新闻是这个人为什么要去撞马 因为他要成情 下面这个是马撞牛 那可不可以解读成 跟马英九讲这件事情是对牛弹琴 还是对牛成情 对没有错 不要怎么解释 这个事实上这条新闻对不 他如果你要硬要这样解读的话呢 可能又要跟两个马英九最怕的字有关心 叫做赤马 你知道吗 马英九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怕死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一旦遇到这种事情 如果有人丢书 有人丢鞋子 有人干什么 他就走到死就对了 要不然干嘛 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元首租巡的时候 有所谓的补鞋网嘛 对不对 补鞋网还花了我们快要 快要接近新台币50万买的 那么 我现在的担心是说 经过今天的冲撞这个中兴预所 就是总统官邸的行动以后 你会记得上星期没去参加 廉胜文成文中的造势活动 已经出动了300壮士 随附加警察有没有 团团包围 九成人群团团包围 会不会从今天以后呢 又加了一两百 五百壮士出巡 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了解就是为什么 过去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 你们口口声声骂他们叫我 小鬼陈水扁人时的时候 那为什么 以前很少这种事情发生 而现在一而再再而生 这个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直接冲到总统官邸去 像这一位等于说 陈先生他 他所诉求的是什么 他所诉求的是医疗的问题 是 他因为他多次的跟总统府反应 总统府曾经 完全没有帮他当做一回事 所以气不过两个月前 开始筹划这个动作 不要忘了 今年1月25号的话 张德政 那个货车卡车 那个司机驾驶那个SARS车 弄为整个总统府进去 为什么 司法不公 他控诉了 他控诉 司法不公了 不论他控诉的是什么东西 司法也好 那么医疗也好 都跟什么有关系 都跟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就表示说 在这个政府的这个统治之下 尤其是6年多 你现在不要再跟我讲说什么 前朝又再在前朝 陈水扁还是李登国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个 你这个政府已经做了 两任了 你已经连任了 你6年多 讲不客气一点 你剩下没有不到600天可以混了 你再不到两年你就下台了 而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再跟我讲前朝了 你经过两任6年多以后呢 你 带给老百姓的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老百姓这么痛苦 包括平常 包括平常的什么 不要说什么物价上涨 油电上涨 所有的一切消息 都是坏消息 而我 的确需要 加注于人民身上的 所有的东西 都是坏消息 我说最不客气一句话 你如果无能治国 帝国没有拨拨 选拨拨拨拨 你也说两句好听 我会给我乒乓一下 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所以老百姓他身上的痛 加注在他身上的痛 或者是他看到的 老百姓其他老百姓 其他人民 身上的那种苦难 所以他才用这种 最极丹的方式 来等于说呈现 我们必须强调 这种行为不足取 但是就好像天躲兄所讲的 李天躲兄所讲的一样 为什么何以至此地步 我们的当权者 自己真的要深自反省 其实这个当然 我们可以讲说一夜之秋 我个人也不赞成 甚至于反对 你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你对 不管对总统不满 或对说不满 但是宏威 记不记得前几天 马英九在西门町 陪连圣文 三百个人 围成这样子水泄不通 可是没想到一个人开车 就撞到他的中心诊所去了 这会不会某种程度是 我刚才一夜之秋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等于在帮魏马英九执政这八年 虽然还没有结束 某种程度做一个盖棺论定 就是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你负责 但是都因为你的无能跟无心所引起 可以这样解释吗 上个礼拜他到西门町去扫街的时候 那大家说三百壮尸 好像觉得这整个 维安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 有这么严重吗 但是如果看到之前年初的时候 到今天所发生的这样的 直接拿车去撞中心寓所 你会发现维安人员 他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他真的会担心说如果说稍微有疏忽 稍微一不小心 可能会有 就对总统的这个维安是非常非常重要 像今天当然我觉得我们看到 这位陈先生他后来很清楚 他就说他是因为医疗纠纷的关系 而且他侃侃而谈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一般人来讲话 就说你可以看他的思虑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不至于不晓得 今天他冲撞中心寓所 他的后果是什么 虽然他很快就被交保了 但是我想他也应该知道 他要负担的一些法律责任 所以我看这件事情 大概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说这个维安的工作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不管大家对于马英九有没有不满 或者不喜欢 他终究是国家元首 所以有关维安的部分 我认为还是就说 这难怪这些维安那么提心吊胆 因为今天他主要是说 他要诉求是医疗纠纷 所以他说拔那个血 他拿的是油漆是泼漆 可是今天我们就在谈 如果今天是两个炸弹 今天假设他 你不要提醒他们 不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关于伟安的部分 还是要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不想看到 好那第二个层面 就是大家刚刚讲的 就是说 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当然我们一个就是 张德正 他用这个SARS的冲撞 这个冲撞 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然后年底又发生一个 而这些是不是代表 老百姓的一些不满 或者他对于实证也好 或者他对他自己亲身的经验 他觉得他一直投诉我们 其实我们非常理解 像我们当民意代表 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陈情 老实说有些陈情 说实在 好像我们也常常觉得无能为力 但是对老百姓来讲 今天他觉得是一个控诉 就是说 你这是一个权力最大的人 但是如果权力最大的人 对我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你没有办法满足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我该怎么办 所以他会铤而走 我觉得这个 呈现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谢谢志正兄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节骨 有些朋友就讲 马英九你如果对施安的问题 关心多于你对自己的伟安 恭喜他 不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如果从象征的角度 来看的话 为什么就发生在马英九身上 阿彬亚以前也被他们搞得要死 但是这种状况 连筹一个 连尾一个 阿彌亚的解读 其实我们还是先讲一下 就是我这种行为 是基本上不被鼓励的 也不应该 不足可取的 是 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总统应该很清楚 他的民调现在那么差 然后那么多的民怨 这样的抗议行动 或者说唱声的行动 因为出现了 可是我们却看到总统 经常还是用挑衅性的方式 来对人民展现他那种高的态度 是 最明显的嘛 明明知道去西门町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呛响 明明知道那边 一定有很多抗议的群众会对他的不满 可是他就是硬要去啊 你看连胜伍都不希望他去了 他的正义对他有保留 不应该去 他就硬要去啊 谢国良 国民党的立委谢国良说什么 从浮悬的角度来讲 满久你就要多休息 对没有错 但是回到一个 刚才洪卫议员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会加重为安人的负担嘛 压力嘛 他总统为什么坚持要去 我认为坚持要去 某个角度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他就说你已经激起那么多民怨了 你还硬要到那种场合 到越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去 不 你要怎么做 不 你是要怎么 所以没有必要这么做 另外一个 当然该讲 那种暴力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可是和平的方式就被接受了吗 我们看到西面丁的时候 很多人呛瞎 马上被违安嫁走 连身上穿个衣服上面写个 暴民都被压走 他其实在暴民里面 可能想反对暴民 也许是这样子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连最和平的方式 只在那边喊说 你把你的食安顾好可以吗 才讲这句话就被嫁走了 如果人民连最基本的 和平的 用口语的 甚至用一般文字的方式 来表达不满 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 过当的 违安的一个做法的话 那人民还有什么方式 也逼得一些人 好像不得已 只要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啊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李天多讲的 总统要不要反省 要不要检讨一下 这个跟马来西亚有关系 你要问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着马来西亚 我们这段 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 谢谢 9月底香港先请战中运动浪潮 马总统在国庆日谈话当中 特别发声力挺 不过却因此惹恼了中国 此时此刻 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当的时机 针对香港民众 最近为争取特首普选的行动 我也要再次表达坚定的支持 2017年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由普选产生是香港政治发展的一大步 台湾方面不应对此 说三道四 时隔快一个月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罕见的以大陆不见马英九什么 他因自重些为标题 发表专闻 内容更用极尽嘲讽的方式 形容马总统只是台湾的地方头头 说话可以不那么负责任 还说马英九的执政水平 真让人不敢恭维 他的民调支持率长时间走低 反映了他的实际成绩 最后还写道 算了吧小马哥 还是别误导台湾舆论了 而且大陆社会不欠你什么 希望你自重 把马英九比成是地方的头头 是公然的羞辱 马英九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 这个也是马英九六年来 面对中国问题 卑躬屈膝 所得到的自取其入 两手策略 一手拿着胡萝卜 一手又拿着棒子 虽然过去以来 两岸关系的进展 都还算平顺 但是这中间 俨然还是存在了 很多双方还没有化解的一些障碍 马总统支持战争的立场 迎来中国反弹 也让在野党对马总统 金钟的两岸政策再度打上问号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把这个新闻联组会 上头的新闻 我们刚才说 就是有民众 塞车去弄总统的中心预所 我说这个布图很猪蜜 它跟这个普悠玛 这个人弄买 这是买弄骨 把它放组会 那我第二个新闻 我们现在是讨论 就是说马英九真的被撞到了 就是中国 马英九亲中 大家已经台湾了 已经驾到要死了 但是亲中 说毕竟今天去给亲中 所以等于马英九 还给我弄一次 那这个图画 我给各位再看一下 刚刚这两个图 是处于为什么 它下面 在这两个对比 以我来看 这个编辑可能有一个想法 然后下面再弄一个图 你看 一只股 都在那里 说真的 很多人就会联想 如果这是牛秦口 弄成这样 那上面是什么状况 咋在 总统没问题 但是田飞我请教一下 这个图 是不是真的 马英九 它没有被车撞到 被中国 弄成一串 都在那里 而且怎么样 哑巴吃黄 那不是这样 真的是哑巴吃黄脸 一味的请忠 一味的巴结中国 一味的把所有的利益 释放给中国 可是现在到头来 你是被呛吓 甚至国台办 讲得非常严重 你不要说三道四 这直接国台办 是给你 直接指示你 不要再乱讲话 但是国台办里面 那些是什么东西 我们是一个民选的总统 我们是民选的总统 所以连环球的社品 还说大陆不欠 马英九什么 请他要英字重些 连一个中美都可以这样 指称你马英九 是地方的头头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所有过程到目前为止 马英九没有任何的表示 只有陆委会说 请中美要自自自动 这是中美自自自动的问题吗 今天环球社评 它这个报纸 根本就是跟中国 没有中国的直接 指示他可能去做出 这样的报导吗 不可能 没有国台办说那些话 今天不可能引发 这些后续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说的 今天所有人民 都被马英九逼急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懦懦的总统 无能的总统 你一味的对中国 付出那么多 然后热脸贴冷屁股 你只为了你的政治利益 可是到目前为止 有得到任何政治利益吗 我们四方所有的经济利益 结果政治利益 要一个马熙会 你被打巴掌 人家连理你都不理你 现在连你说 只是很单纯表示 对于香港 这个战中 战中的部分 争取补选 你认为说 他是支持的 连这个样子 你都要被呛瞎 如果是这样的说法的话 你今天马英九 你还可以 点点不出瞎吗 你还可以 懦懦无能到这种地步吗 是 这次有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 在支持战中 全世界各国领袖很多 那显然中国对马英九 会夜战中 知识战中的反应 中国是不是生气而已 中国是surprise 这跟你平常表现不一样 那平常表现是什么 为什么会被中国 这样钉一个外国起刀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对于《环球时报》 这一篇专文 不可以等弦四肢 因为《环球时报》的位阶 远高于国台版 它其实就是 中国的媒体三大喉舌 人民日报 新华网跟央视 人民日报海外版 其实就是《环球时报》 对 所以它的地位是远高于国台办 这几乎是来自于 《环球时报》 它代表 它背后所代表 其实是中共比较鹰派 跟比较极左派的势力 所以这几乎是代表 在中共的领导班子里面 某种意识形态在里面 那今天对于一个我们的敌国的媒体 国营的媒体这样子骂我们的总统 其实我心里非常生气 是啊 我们也很难过 但是虽然我们对他 对马英九不满意 但是轮得到 我说一句话啦 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自己的总统自己骂啦 轮不到你骂啦 要骂总统也是我们 我们选民有资格可以骂总统 但是说真的 总统的反应这样 我跟愤怒 那接下来我是觉得 陆委会反应 你太软趴趴了 因为 宪法的总统的位阶非常清楚 对外就代表国家主权 你今天总统被一个外国 甚至是我们敌对国家媒体 这样子羞辱的时候 你竟然不敢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 那只有一个原因 陆委会只敢讲 中华民族 已经把你骂成这样了 把你说是地方的头头了 你还在特别强调中华民族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 接受陆委会这种软趴趴式的回应 这比起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以信 还有最近这个国民党执政的 各级地方政府 对于挑战者的批评市政 那种用词之犀利之严厉 差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把陈以信调去当陆委会主委的话 可能今天会骂得凶一点 错 他一旦站在那个位置 马银姐会跟他讲 硬的都收起来 对 老师 你现在讲我就是想讲 你以为 陆委会这新闻稿 难道是王玉琪决定的吗 我的研判至少到国安会层级 没错 因为这种事情不太可能是 王玉琪自己可以拍摆 没有错 那如果说这个是国安会层级 甚至是总统办公室 总统自己决定的 或者金服冲 他是国安会秘书长 那你就不能怪 人家在骂你 这是对那部分 另外一个我想强调 就是说从这件事看到中国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技术上 他可以让步 他可以对你很好 可是他有一条红线 你绝对不能跨越 什么 你挑战他的国家体制 跟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时候 这条红线非常清楚 他平常可以跟马英九很好 可是当你马英九去支持香港战中的时候 这踩到中国的红线 他在逼马英九表态 让我最担心的是 马英九今天讲什么 台独是票房毒药 是票房毒药 请问马英九 你是不是在表态了 当然是啊 资政兄 阿兵啊 被老共 骂到臭头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们不会骂阿兵 说你自重一点 你不要说声道是 骂马英九跟骂孩子 大地买的同样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在从这个所谓的 社论也好 或评论也好 看得出来 中共的眼中里面 马英九是什么 小弟嘛 反正这段时间来 我给你吃香喝辣的 我没有欠你 这就讲很清楚 对 当我没有欠你 的确啊 那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一天到自己讲说 他给我让利让利让利 是你马英九自己说的嘛 换句话说 好像过去几年来 都是对方对我们很好很好 所以我没有欠你啊 所以那个态度就是很骄傲 事实上从前阵子 不要讲说这个国台办 前阵子 这个习近平公开讲 一国两制就是你台湾要走的路 那个态度很清楚啦 可是马英九有强硬回去吗 没有嘛 所以你讲占中这个事情 我认为啊 马英九支持占中 我还是肯定他的啦 可是反过来讲 战中的意义 反对战中的意义是什么 是我们反对一国两制 那样一个鸟笼 是 这才是真正中国要批马英九的地方啦 是 所以你事实上 你不接受一国两制的时候 我老公也不会让你 这个吃香喝辣的啦 换句话说 骂马英九的意思 好像看起来是骂马英九 他事实上是骂马英九说 你竟然不接受我公开讲出来 一国两制这个东西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相信马英九 如果真的反对一国两制 我也是自认同他嘛 可是我不认为马英九 是反对一国两制的啦 是 他只是认为说 台湾的民意里面啊 对战中是多数的 是支持的时候 他不支持战中 会被国内民意淘汰的 这《环球日报》里面 其实也有写 他说他也知道 马英九你为了选举 你不得不讲 各位朋友 为了选举不得不讲 他们都知道 都还要这样子骂 其实我要回过头来问 马英九你过去 做了些什么事情 让老共认为 可以这样子骂你 那这段新高价 稍微讲练继续 谢谢 联盛文阵营举办竞选歌曲 创作大赛 在选情紧绷的状况 难得有一丝轻松的气氛 难道是国民党 已经拟好胜利方程式 假如 这个能够回归到 基本盘的话 那当然 这个联盛文的胜选就大 好吗 徐盛文院长有讲到说 跟你父亲讲到说 错头的孩子 也是自己的孩子 我想我们这一次代表 中共公平党出来参选 这对我们来讲 不只是一种荣誉 但也是责任 用尽自己对生命中最大的力量 来争取胜选 联盛文再度诉求 蓝营选民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联盈内部也评估以台北市有效选民216万人计算 只要有6成5的投票率 再以基本盘5成5计算 所以关心我们支持我们朋友 一起会跟我们努力的来拉票 好 各位朋友台北市长选群 剩下不到一个月 到底鹿是谁手 第一 南营愿大于绿营基本盘的台北市 怎么会去摸到这个地步 这两天我们又看到一些前新党的 包括司议员 包括一些学者陆陆续续去出来 为柯文哲表达他们挺柯的心声 宏威 这样的一个情况剩下不到一个月 王津平说只要投票率拉到6成5 那么联盛文胜选的概率就非常大 显然联盛文基本上还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当然是有信心了 因为你到这个选前还有25天 而且本来在台北市部分 大家虽然都说民调 比如说今天有台做了一份新北市的民调 这个民调里面 游锡坤他的民调只有28% 刚才之前我也跟罗委员讲说 其实我不相信 最后新北市开票开出来 游锡坤只拿到28%或者是三成左右 我不相信 他说他也不相信 那同样的回到台北市的民调 那他现在看到很多台北市的民调 好像联盛文他的民调落后 好像联盛文的民调也只有三成上下 那我也说打死我也不相信 最后票开出来 联盛文的票只有三成左右 我想这一次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于 双北市的他的一个整个的选民结构 那但是要怎么样从你的民调落后的状况逆转胜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同意王院长所讲的 就是说如果在台北市回到过去那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所认知的55% 45% 像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 那应该就是联盛文会胜出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那个赤胜的钥匙在哪里 就是他如何去回到那个结构 我想是这次剩下这二十几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 这个洪辉也同意 只要投票率真的像王院长讲网上提 譬如说到六成五 那么联盛文拿到的票 譬如说超过75万就有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的确 所以我们今天在网路上面所看到PTT 当然我必须先讲一下 这个叫做Gossiping版 也就是我们中文叫做八卦版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 国民党中央党部或者党主席 或者发言人等等有出来澄清 我们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国民党的党会 下面写的103年投票所雇票干部的训练 投开票所作业指南 即选间实务所册 那在这里说什么 这边包括投票当天也就是11月29号 请成立加护吹票队 以电话提醒党员住户前往投票 要提醒住户前往投票 过来 这个上午11点六 如果有支持者尚未投票 请立即豆腐吹票 还敢来落后连迈行动不变的 要协助前往投票 过来 这边也有意思 投票所雇票小组投票路 监票工作注意的次项 这边里面我觉得很值得我没看过 下来 怎么说 投票日 雇票小组工作人员 应该在七点半的时候 到达投票所 外去干嘛 执勤 好像他们是军队一样 并且叮嘱 叮嘱 所内本党监察员 严格执行监票任务 干嘛 并且掌握所内状况 当然留下非常多想象的空间 谁掉还记不记得 之前 因为连胜文是国民党 柯文哲是无党籍 所以按照当时的选拔法 连派都不能派 就是说投票所里面 市长这一块 只有谁 只有连胜文的监票 没错 那我们再看看这边 要求我 要掌握所内状况 要干嘛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为什么后来 经过不断的争取了以后 才有了基本的 等于说对等 也不敢说完全百分之百对等 简单 监察员可以决定 到底是不是废票 到底是不是废票 这一场台北市长的选举 我相信大部分的评论员 大概都已经赞成 两个人之间的输赢 绝对不会超过几万票 它不是一个什么 十几万票 二十万票以上的差距 大概了不起的几万票的差距 所以哪些是废票 哪些是有效票 那影响很大 你知道吗 那如果你的监察员 可以认定他是不是废票 对不对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说 照理来讲 我们不是应该盖在 那个格子里面吗 我那天还看到 蛮有趣的说 如何分辨是 有效票跟废票 说如果在候选人的头上 盖的满满的一大圈 像个光圈一样 认定是有效票 因为那个认定就是他 他说可以认定就是盖他 所以才会在头上 盖了一大堆光圈 那显然跟我们的认定 是不一样的嘛 我们认为一定要盖在格子里面 这才是政府才是有效票嘛 所以这个所谓的监察员 在这插揭很大就对了 还有啦 到底谁会赢谁会输 我不知道 但是你说 6成5台北市的投票率 连胜文赢的机会就很大 是这样吗 是这个样子吗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有时候当然 现在11月29号 还没有开票出来 我不晓得 不过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在此之前的任何一场台湾的选举 包括2012的总统大选在内 任何一场地方或中央的大选 年轻人的表态率是最低的 什么意思 少年人对政治冷感 你知道吗 所以年轻人的表态率其实很低 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投票 这一次刚好刚好 很可能逆转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很可能跟太阳花学运有关系 年轻人出头 包括红中秋事件 太阳花运动 包括既然年轻人不在 因为他们突然间赫然发现 所有的一切都跟他们 这个政府所作所为 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 所以这几天不是 国民党又有立委那边说 要恢复年转慰问金了吗 年轻人立刻现在就要想到 马英九口口声声说的 年金改革没有做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老板都可能破产 你们以后这些年轻人 全部可能都领不到老板 那这些问题 政府有没有办法解决 这些年轻人出来了以后 投票率穿破了六成五五 请问你 真的就一定是 连胜文非当选不可吗 我请连望之前 我简单请教一下洪威 你是国民党的党员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我们最近有 这个雇票小组的一个开会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份文字 有些几乎是在违法的边缘 但是我要特别讲 就是说我们的选拔法规定 比如说我们是候选人 那就是在投票当天 我不能再从事任何的竞选活动 但是这里面他就说 是对着鼓励出来投票 大家踊跃投票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容许 你办公室人可不可以 没有不是 他现在就说变成只要是 您知道不是候选人 不是候选团队 我并没有说 说你拉一票 比如说你一定要投给我 对不起我打工 我12号 12号你一定要投给我 我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今天4号 我要稍微平均一下 稍微平均一下 如果没有这样的行为 而是说你鼓励你出去投票 我所了解过去很多都还是这样 就是鼓励出去投票 但是你不能有任何的帮单一的政党 或单一的候选人说 你要出去投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 这个倒是这个就会有违法之余了 有违法当然是不是 我们不晓得 说真的我们必须要讲 第一个 第一个 这到底是不是 有人说是新北市 有人说是台北市 那我先不管这个事情 因为类似这种状况 这当年黄信基也在 在花莲选立委的时候 甚至还做票 对不对 国民党做票 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国民党这一次 那尤其是台北 真的是选情危急了 才会撲出这一套 如果是真的话 当然是危急啊 因为你看连胜文 包括连胜文阵营 很多人最近的发言 最近的表现 甚至对于评论员 在电视上讲的话 他还会打电话去说 麻烦你保持中立 如果会这么在乎这些事情 表示他的选情是很危急的 这一份资料里面写的 其实有一些是 游走在法律边缘 比如说 他说监票人员在投票所内 要掌握所有的状况 监票人员在我里面干嘛 对 监票人员是在里面 是在里面 可是掌握状况 然后掌握到什么程度 我举一个例子 以前曾经就有 被查获一个会选的案例 那是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 谋甲候选人 他去会选 买了很多票 但是他的确保 他的票有没有开出来 就是收他钱的 有没有来投票 是 很简单 他就监票人员去找选件人 到中午的时候 去抄名单 是 谁没有来领票 马上去叫人来 是 这个就是违法 就这样就被抓到了 那 好 你监票人员在投票所里面 掌握状况 我举一个例子 有没有包含这个呢 我举一个例子 吹票嘛 到现在某某党部 某某人 某某人 那家的三个 阿伯一个阿姊 和一个阿嬷 都没出来投票 你如何得知 你如何传出 对 所以 你掌握状况干嘛 所以这里面 就会有很多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 模糊空间 另外我再讲一件事 我觉得 这也让人匪夷所思 台北市这是为了 充高投票率 鼓励个礼 大家去投票 投票率超过72% 里长可以有1000块礼券 去公所有一万块 本来 政府鼓励人民行使公平权 OK 我是赞成的 但是你要一视同仁 是 公投的时候 你有没有鼓励 其他的选举的时候 你有没有鼓励 还有你为什么给里长 理论上 你可以挨家挨户的发 而且还有一个 老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现任里长 都是候选人 对 是 他是候选人 是 那他当天 11月29号当天 是 瑞德 拜托 赶快去投票 你知道要投谁 对 而且你自己还可以赚1000块 拜托 会选 还公家帮他付钱 对 你这不是 这不是矛盾吗 那我认为台北市 今年这个做法 也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 危险的行动 是 所以各位朋友 假如 用这种方式来刺激 投票率 想到这个地步 天会你自己 常常在选择 做立委 你觉得这代表什么意义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可以看 第二层面当然 他就故意用所谓 我就是拜托你要赶快来投票 可是他就是要拉高投票率 因为国民党其实比较有组织 民进党比较没有组织 国民党是有办法去依照他的组织去吹票 虽然不跟他说你要投哪一个候选人 可是你这一个吹票的人 你就是国民党的干部 他怎么会不知道说你要去支持谁 所以吹票要替谁吹票 其实那个脸 即使不是连胜文自己去吹 那个脸就已经挂得很清楚 你就是要投连胜文 那因为国民党就是有组织 所以他虽然是说你要去吹票 游走法律边缘 可是这个对国民党 他们就会有比较有组织力 然后会比较有力 第二个部分是说 他现在要求可以在这个监票所外 你7点半你要在现场 你要里应外合 里应外合 你不要把里面所有的状况都要掌控 然后你要来跟我通报 可是你知道知道 他在里面我在外面怎么通报 他总是要上厕所 不能啊 投票所里面 不能带手机 他总要上厕所吧 上厕所出来 然后那个死个眼射 或是刚好走过来 你怎么知道说他们两个有什么交头接耳 又没有禁止说你不能交头接耳 所以在这样子里应外合当中 其实我们很清楚 我们一路选举过来的 我们常常在监票所那边去投票 看到大家的一个状况 其实你如果里应外合 这是很恐怖的 而且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有讲到 他从里面去看说 到底有谁投票没有盖章 这个部分其实一传出来 就很清楚你第几零 还有五个还没投 这个绝对是违法 这个我不是学法力 我可以确定这是违法 这一定是违法 可是如果说他今天走出来讲话 谁能够监控说 他到底有没有去做这些违规的动作 没有办法 是 好 来 这段先到这里 小休息一下后来继续 谢谢 志愿兄 你正在告诉我 一直到现在最近的民调 连郑苏克文哲 至少输到12%以上 那么他今天讲说 连郑云说 我只要投票率拉到金六成五 就有机会赢 那我是觉得 你要拉到六成五 你不如直接找金成五 因为是不是六成五 拉出来的票 一定是连胜文的 如果是的话 那目前民调不是应该有所改变吗 但不管是六成五六成七或七成 连胜文的基本逻辑很简单 事实上一些一般的看法就是说 当投票率越高 七成八成的时候 表示基本盤通通出来了 对 双方人通通出来投票了 而根据连胜文的理解 或是蓝营的理解 一旦所有基本盤都出来的时候 而台北市的结果 蓝的是大于绿的 可是这有一个很重要假定 要去被质疑啊 就是说这个蓝营在 蓝绿在台北市的基本盤 经过连这个柯文哲 这样的一个新的选战的模式 甚至想要试图跨越蓝绿 或者新的选民 中间选民的这种对蓝的失望之后 这个基本盤难道没有变吗 我举一个例 大家我也不认为 就是说已经变成绿带了 不可能 但是蓝的那块完全没有剥落吗 换句话说 上次我们提到嘛 台商我们认为很多都是 可能在被动员回来很多是蓝的 可是很多人开始思考了 回来之后都是投蓝的吗 也未必 就好像今天通通被动员出来的这些蓝的 一定是投蓝胜物吗 也未必 所以我想那样的一个假定 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就是说台北市的基本盤 真的完全没有改变吗 否则的话大家别忘了 以前在南部 像高雄在台南等等 都是绿带来蓝 蓝带来绿哦 可是在某个重要历史的一个选举当中 突然变成蓝 绿带来蓝了 从此之后就变成一个新的稳定的结构 换句话说 基本盤是有可能在一个重要历史的选举里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跨越门槛的转变 一旦转变之后 又形成一个新的基本盘了 是 鸿卫 我再请教一下 柯文哲说 我一定动算 联盛人说我很有机会 那么以你的感觉 这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过 包括阿扁当年 从来没有过在台北市 国民党的市长选举 快要投票不到一个月了 不要说赢少 落后超过10%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纯粹就感觉来讲 我先补充一下 我们上一段讲到有关于那个顾票小组 我要特别跟各位观众讲 就是说在台北市历次的选举 我想台北市的选举的透明度跟制度 应该已经是在各县市里面是最 我想说应该是最完善 尤其像那种操作 在其他的县市我不晓得 你说的透明度是 哪些人没投票看得到吗 对啊 什么不看得到 我觉得在台北市 不大有人敢玩这个东西 就像汇选的东西 那你有的时候台北市 我们上次汇选 我从来都没买到我 大家说谁敢买到你啊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在台北市 很多东西 你本来自己都在买啊 没有 台北市基本上 我想大家还是可以相信 整个的选举制度 因为我想过去它是有它的 一个真正的成绩出来的 我一定要补一句话 为什么 某种程度来讲 蓝大于绿它干嘛买票 对了 而且台北市说实在 你买票还很麻烦 就像你刚刚讲说 你吹票吹出来 搞不好它没有投你怎么办 台湾的选民要开收据 还要统一发票 而且台北市有很多的选民 他实际上很有独立判断能力的 其实不管蓝的绿的都是这样 尤其大家有些中心 除非说非常这个铁杆蓝铁杆绿 那它可能出来的话就是选举 可是有一大段中间的部分 我觉得就算你吹出来 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去投票的 那回过头来就讲说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确实在过去台北市一对一选举 从来没有出现 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民调是一路落后 我必须要讲 就是确实没有 但是回过头来 为什么我们认为 连社会仍然有逆转胜的可能 而且这可能是很大的 因为我回过头来去看 柯文哲的所有的民调 他的民调你可以看出来 包含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已经九成 几乎九成都表态 就是说非常兴奋 我要去投柯文哲 那甚至可能有一成五左右 甚至有到两成的 蓝银的选民 我是国民党 但是我愿意去支持柯文哲 在这样的加持之下 但是柯文哲所显现的民调 大概最高也是45% 也就是过去民进党候选 他那个天花板仍然在那 我要补一句话 天花板有可能按盘 为什么 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要说国民党支持 这个这个 绿营的 新党 新党 这种情形有过吗 我觉得不是说 完全没有过 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确实 他用投书的方式 但是呢 我必须讲 就是说 因为其实 像我自己是新党出身 我也碰到很多的一些朋友 在讨论这个选情的时候 有的人说 他到现在为止 他并不想出来投票 所以我们也是在 在拼命的去拉票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并不认为说 大家要觉得太意外 或者是说 觉得太紧张 因为到现在为止 柯P阵营 因为如果大家记得 他的这个 柯P的总干事 姚立民姚老师 他一再讲说 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大咖 就蓝银的大咖 会站在柯文哲旁边 其实我们也等很久 等到现在为止 现在选举只差25天了 不晓得大咖到底何在 我们还愿意来寻找中心 我开个玩笑好了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连胜文他会不会胜选 并不在于 有没有大咖 或者有谁投诉给他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虽然 你说柯文哲 对柯文哲 我想在选举的过程 连胜文他的选在 会不会胜选 并不是每天他说 会不会有个大咖在旁边 又是谁投诉 最重要还是他自己 去召唤他原来的选民 还有其他选民 愿意去相信他 老师姚立民 我到时候给你们 投票前两天给你们一个surprise 我找一个人 那个人说 我的鞋子穿10号 最大咖 最大咖 不管怎么样 柯文哲说 我一定会当选 婷飞你要 我补充一下 其实在我们很多民调当中 民进党民调有一个很特别 也就是说他永远是测不到是天花板的 那这一次柯文哲非常特别是 他的基本盘 像宏威刚刚讲的 已经有到天花板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可是基本上他这个天花板 里面是有加了很多的中间选民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会 柯文哲医师 所以那个天花板是三甲板 对 所以说我们的包括在新北市 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我们那个游院长他基本上只有28% 其实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票数 因为我们的天花板是测不到的 因为民进党的也就是选民 他不会直接表态 一样跟国民党的这个基本票盘还是一样 还有隐性选民的味道 还是有很多隐性选民 所以这次会拉到这么高 一定有一些中间选民的一个压力 隐性但他不见得会埋名 对不对 到时候投票他就看着他名单来 漂亮 如果照这个讲法 柯文哲已经拿到最高最高到47%了 那我这么讲 连胜文哲说 那还有2 30%没有表态啊 那47% 30%没有表态 20%没有表态 过来3% 我已经过5分了 对没有错 其实已经过5分了 分析给你听有什么好不好 全世界除了共党国家之外 投票率没有超过99%的 也就是说在台湾 现在连胜文都已经喊出来说 如果过了65%的话呢 投票率过65% 他当选机会很大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哦 台湾的选举不去就是6成4成 你知道吗 就6 70%而已啊 会有2 30%的人 他是不快出来投票的 永远不投票的嘛 所以你扣掉这些的话 我告诉你 你用那个百分比下去说 我告诉你 柯文哲其实已经过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就是会有一批 大概2成到2成到3成的 他是永远不投票的 所以他的基数是8% 没有错 他的基数并不 我们这样算的理由是认为说 所有的人都会出来 投票的情况下嘛 你是这样算的嘛 对不对哦 问题是就跟你说 有2成到3成人 永远就不会投票嘛 是 还有吹深蓝 现在所有的一切 包括其实蔡政元 从很早以前呢 当总干事开始 所有的一切的战略跟策略 都很简单 就是要所谓蓝绿对决嘛 是 吹出深蓝的铁杆票 很有意思哦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嘛 那他就有私底下跟我讲说 现在有勇马蓝 反马蓝 蓝营里面呢 深蓝里面是勇马英九的 另外一个是反马英九的 而他们里面各有 各有一定的比例是 反林深文 不管你拥护马英九 还是你等于说反对马英九 你都等于说你是反 你是反对林深文的嘛 你知道吗 你吹出这些票来 他到底是支持你的票 还是XXLP 甚至说条件要给你 突然票对吧 不一定耶 然后还有 不要 千万不要在这场台北市长的选举的 那个过程当中跟结果 用过去的选举的方式来看 从来没有人发生过 一年以前我跟你讲说结果是这样 你绝对不相信 你知道吗 真的不相信 那时候大家说 就算一颗石头 披个国民党彩带 躺着就当选了嘛 对不对 所以谁会相信 先来弄到这种中度 看好度支持都不衍生过 他对手柯文哲衍生过 连世文10%以上嘛 没有人会相信是 对手柯文哲衍生过